男人女的眼睛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一到新的一年很多人就会觉得 不管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都觉得哇我是新的fresh 但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发现新的自己 例如说Ashley是交了新的女朋友 他就会发现自己 我想问一下 你每次交新的女朋友 对待她们的方法都一样吗 你找第一个女朋友 如果她有这个确定 你找第二个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找同一个类型的女朋友 那个是你会删除 但是你对待女性的方法的习惯 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同性格的女孩子 你就要对她有不同的感觉 对啊 比如说那个女孩子是发脾气的 但她很喜欢撒娇的 但你就让她撒娇 然后带她去吃好的 如果那女孩子是比较温柔的 但你就可以一直开玩笑 家里吃豆腐就好了 也可以这样讲 不要吃太好 对嘛 因为她的阶级 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就给你新的生活 那现在我们谈的第二阶段就是 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说 我自己跟那以前真的不一样吗 如果你这样讲 我体力我就觉得分别很大 每一年我都有去跑步 都觉得每一年都会比较辛苦 以前有些事情我会轻易的生气 可是有天我突然发现 同样一个事情发生 我不会生气了 我也是 你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你想不通 你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 那时你生气 当你有了经验 或是你有了一些知识 你觉得他讲了这句话 根本不会影响我 你用什么方法来发现新的自己 我每次发生一些事 我都跟自己讲 这个就是个考验 而这个考验其实是更好 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只有挫折或是有些问题发生了 尽力去做 每次我做一件新的事物 第一次第二次 一定做得很糟糕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的性格这么差 这些男人 不要这样想 这个就是天帮你 只有这样你才一直磨练 你才变成另外一个不同人 那你会不会一年开始的时候订目标 我是订三年 每次订三年的时候 都有很多改变 坦白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 除了订三年 还要订一年一年的 对对 因为你每一年 你自己都会改变 四周的环境可能会变 我要非常谢谢男人女人 主持团队 我是美香 也是Iva 这是男人女人的眼睛 我是Ashley 这是男人女人的眼睛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 真的很谢谢 拜拜 拜拜